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来分享PPR管PE管 这两根管对头的时候,我们怎么连接呢? 今天我来分享三种连接的方法 你看你见过几种呢?大家跟我来看 我们先来看第一种连接的方法 这是哈佛式快接 我们来看,把它俩放上 看见了吧,这两根管放上以后 然后我们这样 这样连接 看了吗?朋友们 这样连接上以后,它就不会再漏水了 这个接头是专门修漏水的 但是我们接管的时候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特别简单和适用 我们再来看下一种 成口法兰连接 看,这里边这个黑的是胶皮 当我们这样插上以后 它越水压大,它顶得越紧 它的密封越严 所以这个法兰连接也是比较实用的 也是比较实用的 我们装上 就是把这个装上 这样装上 8条螺丝 拧紧了 这个过度连接的方法 特别实用 也特别简单 但是这种方法呢 是特别牢固的 不管多大的水呀 都没有关系的 所以这个方法也是比较不错的 我们再来看第三种方法 就是我们这个PP2的内丝 融到这个管上 然后我再找一个PE的外丝 融到这个管上 把它俩拧到一块 这样就连接上了 这个方法呢 也是比较实用的 如果说我们要是坏了的话 再拆 就不好拆了 我们一般用这个管件的时候 都是用外丝 PP2外丝 PE的外丝 中间加一个活结 所以这样预防它坏了以后 我们可以再重新的维修 热容 所以呢 朋友们这三个连接的方法呢 都是比较实用的 然后你看 如果你接管的时候 哪一种比较适合你 你就用哪一种 好了 欢迎大家的评论和关注 再见